在身边驻扎着一个庞大的细菌工厂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繁殖壮大 他们究竟在哪里 这里是原来如此实验室 我是盛川 我是观众联络员段毅 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在这儿 为您求证 为您解答 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 保持你的好奇心天天都有精彩 我是您的联络员段毅 来自广州月秀区的许红女士来信说 他们家最近一家都闹肚子 一家人都闹肚子 是啊 这可不是小事 您赶紧建议他到医生那儿检查检查 您检查过了 说是细菌导致的结果 他就纳闷了 他平时很注意饮食卫生 吃的饭菜也都是新鲜的 家里的厨房更是收拾的一尘不染 他怎么会住 一尘不染 我觉得咱们家庭当中说一尘不染 那肯定是表面现象 其实很多地方隐藏着不少的细菌 这样咱们先问问大伙 一般咱们家庭当中厨房的细菌会隐藏在哪 我觉得针板和抹布细菌比较多 一般会在针板上还有道具上 事情会长得比较多 因为经常其他的幼儿那些都有带来细菌 应该是说抹布吧 还有那个针板还有碗筷那些东西 我觉得啊 这个针板啊 抹布挺脏的 如果是我们洗碗的布 解释泡沫解释东西 如果不是经常清洁的话 很糟糕 那就最多了 针板细菌最多吧 对搜集到的百姓观点可以汇总为 一 道具上 二 菜板上 三 马布上 四 碗筷上 咱们厨房里那么多用具啊 你觉得哪些用具可能是沾染器菌最多的 我觉得是菜板 你想啊 这菜板它又是切菜啊 又是切生肉啊 很多这菜板还是木质的 特别不好清洗 这要改在南方 天气潮湿 这菜板一年四季 它都是湿湖的 你觉得是菜板是吧 那这样 让咱们的调查员小轮呢 到这个许女士家 先看一看 在得知许女士家的情况后 我们的调查员特意来到了 广东省肥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寻求帮助 在说明来以后 中心的工作人员非常乐意帮助我们 寻找问题 并且决定 一起先去许女士家中看看 希望能够帮助许女士 找到家中细菌藏真的地方 来到许女士家后 我们检查了他们家的厨房 发现厨房里十分干净整洁 然后采样员 对许女士家中的菜板 刀 碗 以及抹布进行采样 我们使用的是一次性 无菌采样棉签 采样员 用无菌棉签 对着几种厨具 5平方厘米的地方 进行均匀涂抹 然后将已经沾满细菌的棉签 置入无菌生理盐水的饰管中 充分震荡后 粘在棉签上的细菌 就能够被完全荡洗出来 这样除了抹布 以方便携带被用无菌袋带回外 各种厨具 同等面积上的细菌 都被保存下来 究竟哪一种厨具上的细菌量最多呢 许女士家的厨房 还真是像他信里写的那样 一尘不染 这看起来一尘不染啊 实际上未必是真的干净 来 现在我就让你看看 这个细菌长什么样 大家看 我身后的照片啊 就是被放大了几万倍的细菌了呀 早在三亿五千万年前 它就存在于这个星球上 它的身影遍布了所有的地方 包括地底深处的岩浆里 它处在这个世界生物链的最底层 扮演着分解者的角色 如果没有它们 这个世界将是尸体的海洋 虽然绝大部分细菌 都对人体没有危害 但还是有一小部分的细菌 能够危害我们的身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战场上一半以上的人死亡 都是来自于一些有害的细菌感染 你说这细菌它到底藏在厨房哪呢 它到底在哪藏最多呢 你别着急 医生不是说了吗 许女士他们家一家人附近 也是因为细菌闹的 那咱们来看看细菌是怎么破坏 人的肠胃系统 导致人产生腹肩 走 这回我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大肠黏膜的模型 上面这些呢 就是肠道的黏膜 而中间这些啊 就是人体的消化物 我用这些蓝色的粉末啊 来代表这些肠黏膜里面的组织液 大部分传染性的消化系统的疾病啊 都发生在这儿 这个啊 就是我做的大肠杆菌 主要的致病菌就是它了 嗯 它呀 释放毒素的时候 就是这样释放的 诶 等等 这大肠杆菌啊 是人和动物肠道里的正常寄生菌 它呢 通过粪便排出 在自然界是广泛存在着 对于人体呢 基本无害 它说的也对 其实啊 大肠杆菌呢 是在1885年被发现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 人们一直把它当作 呃 肠道当中的一种正常的军群之一啊 实际上到20世纪中叶的时候 人们才发现啊 有一些特殊的大肠杆菌 确实是致病的罪魁祸首 嗯 我做的这个大肠杆菌 就是这种会致病的大肠杆菌 当它的毒素啊 进入到肠币的时候呢 这个肠年魔的组织液 就会大量的渗出 从而呢 造成了腹泻 我们可以看一下 嗯 这可能就是 虚瘀是一家闹肚子的原因 对了 再严重一点了 就可能造成这个 血管壁啊 破裂 然后呢 血液流出 如果这个毒素呢 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呢 还有可能造成 败血液 你啊 就别为我眼耸听了 我先问你 这细菌到底藏在哪 嗯 那咱们一块去看看吧 我们的调查员带着从许女士家中采集的样品 回到了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中心 在这里 我们将调查哪种样品上的细菌量最多 首先为了防止在实验的过程中 样品再次受到细菌的污染 研究员选择了一间无菌实验室进行实验 为了更加准确地比较出 我们采集回来的样本上的细菌量 研究员把带回来的抹布 已剪成五平方厘米大小 然后放入无菌生理盐水中震荡 刚洗出细菌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刚才脚下来的那块五平方厘米的抹布 现在用无菌的生理盐水浸泡后 现在水已经变成这样了 我们发现无菌生理盐水瞬间已经变得浑浊 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呢 接下来 研究员用吸管从每一件样品中 洗出一毫升的带菌生理盐水 加入到九毫升无菌生理盐水中 进行十倍的吸食 专家告诉我们 仅仅吸食十倍是不可能属性细菌的数量的 应该反复吸食 研究员采取同样的步骤 吸食了五次 也就是说 研究员把每件样品上的细菌量都吸食了十万倍 然后再把每一次吸食的带菌溶液 放入培养皿中 这样每个培养皿中就有不同浓度的细菌量了 这里面就含有细菌 我们把那个营养倒进去 然后细菌在里面生长 然后我们才能看一见 为了让细菌充分繁殖 再加入培养液后 研究员要把培养皿放在36摄氏度恒温的培养箱里 培养48小时 这样每个能够生长繁殖的细菌 都可以在培养皿中形成一个用肉眼可以数的新的菌落了 咱们要做的是测量细菌 不是培养 这是细菌技术的一种方法 非常科学 看来这又得要时间了 在这个时间里 我猜你一定会提到一个人 谁啊 虎客 还是让他给猜对了 1683年 荷兰生物学家安东列文虎克 在利用自己制度的显微镜下 观察一滴普通的雨水时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世界 这里生活着各种形态不一千奇百怪的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主要分为三种形态 球形 感形 和螺旋形 科学家们发现 这些微生物是自然界分布最广 个体数量最多的有机体 这一伟大的发现 给人类科学的发展 揭开了新的篇章 行了 这回啊 这细菌发现的过程 咱们也说清楚了 嗯 时间也差不多了吧 来 咱们给观众啊 解决问题啊 就该细致 来 看结果 48小时后 研究员把培养好的细菌拿出来 我们看到 培养皿中已经长出大大小小的斑点 研究员告诉我们 每一个斑点都是一个菌群 都是由单个细菌繁殖出来的 这样就能够让我们用肉眼点清细菌的树木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两个 就是经过稀释过 一万倍的 纳朴上的细菌和 案板上的细菌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们上面有多少细菌 然后我们现在 请我们的客人人员 帮我们清点一下 它上面的数量 我们按照稀释的浓度 把培养皿放好 准备清点树木 研究员告诉我们 清点树木的时候 最好挑选数量在 30至300之间的培养皿 因为这样计算出来的数据 是最准确的 在选好培养皿后 研究员再把清点得到的数量 成以稀释的倍数 就可以得到硬品上的细菌总数了 像这个这是抹布上面的菌 现在大概是74个 因为我们稀释的是10万倍 然后算下来就740万个菌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得到了其他硬品上 洗净的数量 740万个呢 这还只是在 5平方厘米面积上的数量 这样是一整块抹布 怎么说也得有几千万个吧 这哪里是抹布啊 这是细菌大本营 难怪许女士一家人都得拉肚 所以看似一尘不染的这厨房 实际上细菌是无处不在 不过大家也不用因此而担心 虽然我们说不清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细菌 但是我们知道 对人体有害的细菌 只有30几种 虽然说只有少量的细菌有害 可是这抹布上多少细菌啊 它总有那么几样是有害的吧 虽然说这个细菌是无处不在 要想细菌侵入到人体 那必须是达到一定的量级 量级 你是说 这个咱们还需要深入的测试 虽然我们测出了每种样品上 细菌的数量 但是这些细菌里 到底含不含致病的细菌呢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我们请微生物检测中心的专家们 继续为我们揭开谜底 首先 我们把从抹布上检测到的细菌 进行菌种鉴定 我们要对已经培养出来的细菌 做分离实验 并且挑选出单种细菌 做纯化实验 在反复多次后 我们的研究人员 对分离出来的大肠杆菌 做纯培养 48个小时后 我们根据培养敏中的细菌量测算出 徐女士家中的抹布样品中 大肠杆菌数量为100万个 超标1000倍 而且在别的绸菌样品上 也发现了大肠杆菌 我们又通过一系列的生理生化实验 和分子生物实验鉴定 发现这些大肠杆菌中 含有致命性的大肠杆菌 这是通过电子显微镜放大了数万倍的图像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大小约有1至3微米 周身有着鞭毛 它迁入我们的肠道后 亦会大量繁殖 从而导致我们互险 王中的史雄女士 你所提到的细菌的问题 经过我们大量的调查 发现 在你们厨房里面 那个抹布上细菌非常多 里面呢 还调查出 致病的细菌 实际上厨房的抹布 是细菌的 很好的繁殖的场所 和细菌传播的 一个途径 因为这个抹布上 经常是潮湿的 而且经常接触食物 有细菌很好的营养 所以它的繁殖 非常迅速 另外 这位抹布 抹一下这里 抹一下那里 细菌可以通过这样 从一个地方 传到另外一个地方 传到到处都是 而且通过人 或者身体的接触 传染给人 引起人的感染 比如 引起辐射等等的症状 其实就是提醒大家 注意厨房的卫生 这抹布用起来 对了 咱们也就找出了问题 可是还没说怎么解决呢 别着急 咱们明天节目时间当中 会帮助大家找出 杀灭续菌的最好的办法来 来自广州月秀区的 许红女士 只能让您再等一天了 也欢迎其他的观众 给我们写信 由我这个观众联络员 替您转达 届时将我们共同来为您解答 您会发现 生活当中那点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他们经过了几亿年的进化 已经变得坚强无比 任何恶劣的环境中 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最怕什么 怎么样才能 把他们全部消灭 抹布上的隐患夏季 原来如此 惊醒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